新北好茶优质美人茶比赛 日前在石定农会三楼进行评审作业 今年因为茶树生长期 以及采收期间的天气都相当不错 所以不但产量增加 相对的品质也跟着提升 今年整体的品质上 因为今年我们的雨水 从春茶就开始非常的充足 那制茶的过程中又很不错 遇到非常好的天气 所以产量提升 品质一定会整体的提高 那加上今年的小绿叶产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年的有好的天气下 又有小绿叶产着眼 所以整体品质均交以往 更上一层楼 今年一共有141点参赛 评审针对香气滋味 茶叶外观 茶汤水色等项目进行评比 担任评审的茶改厂 文山分厂制茶谷谷长 潘伟成就表示 美人茶最独特的就是有手果香和蜜香 汤色会呈现橙红明亮 滋味甘醇不苦涩 汤色一定是透亮 明亮 那不会混浊 香气以发酵的花果香为主 那再来的话就是 左眼很强的部分 茶青非常的珍贵 品质非常的高 它的香气跟滋味也会带有非常浓郁的蜜香 像加的蜂蜜一样 那滋味上一定会更加的醇厚 经过评审严格的评比之后 112年新北好茶优质美人茶比赛结果出炉 由苏文松获得特等奖 苏文松曾经在106年108年都曾经拿下美人茶冠军 制茶功夫相当厉害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 优质美人茶随即新鲜上市 想要喝好茶的民众要赶紧把握机会 可以向10地农会订购 电话是2663-1214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